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生物科技系草哲嘉 在这一系列影片里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 总体基因体学如何在生物科技上的应用 这是这一系列影片的第二步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些实际的例子 在这一段影片我们要主要跟大家谈一谈 总体基因体学要如何运用在生技的研究上面 所谓的总体基因体 指的是只要研究从环境中所采样的混合物样品之中 它所有遗传物质的组成 那主要的这些研究的对象都是环境中的微生物 那我们不需要经过培养 就直接经由散弹枪法定序 将这些混合物里面的DNA萃取出来定序 然后就可以分析它有到底有哪些基因的组成 总体基因体学的研究策略 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环境之中去采样 不经由成化跟培养 我们就可以萃取得到这些DNA 并且将以定序得到很多新的序列 在这些序列里面有哪一些是有应用价值的新的基因 它可能这个序列是全新的序列 我们也没有办法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基因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结合功能性的分析 那这门学问就叫做功能性总体基因体学 所以我们从环境中拿到这些无法培养的这些微生物细菌的基因之后 我们可以用PCR将它扩增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将这些不同的DNA片段 转入一个我们可以在实验中培养操作的模式生物 比方说大肠杆菌 我们用大肠杆菌作为功能分析的素储细胞 那每一个大肠杆菌拿到不同的DNA片段 就构成了一个功能性分替的总体基因体库 然后根据这个基因体库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筛选策略 比方说我们给它一个特定的逆境压力 可能是个毒化物质等等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总体基因体库的哪一个细胞 在这种毒化物的逆境压力之下可以存活下来 这就显示了拿到这一段DNA的那个细胞 可能对于抗拒或者是能够分解这个毒化物 具有某种代谢能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细胞可以存活下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去分析这个细胞里面 然后拿到的DNA是哪一段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野外微生物里面的基因多样性中 筛选到我们某一种应用价值的吸引基因 所以藉由总体基因体学及功能基因体学的分析 我们可以从野外获取大量的DNA资讯 而这些DNA资讯经过分析之后 我们就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材料 这些材料可以干嘛 这些材料可以提供我们 就像我们在设计电路板上面的这些电子元件一样 我们现在也可以来设计一个基因网络 叫做配合我们之前所在其他领域所学到的 比方说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知识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来设计跟构建各种代谢反应调控的DNA元件 那我们也可以来模拟基因网络 那在第二个阶段 在我们完成这些理论上的设计分析跟模拟之后 我们第三步可以把这个过程加以实践 我们利用遗传工程 重组DNA 基因编辑或基因合成的技术 将这样的构建物转植到我们可以转植的维生物里面 那进一步我们再分析它的表现型 对这些重组细菌的性质加以分析 所以这个融合了总体晶体学 生物资讯学跟系统生物学 以及运用遗传工程 重组DNA等遗传工程技术的总合成的 这个学问就称为合成生物学 这种合成生物学的策略 也并不仅仅只是实验室里面的学术清谈 它有开始有实际的商业运作 我们先前所提到 在海洋中对海洋微生物定序的这个领导者 J. Craig Venture 它也游说了很大的石油公司 这家石油公司 他们共同投资成立了一家升级公司 叫Synthetic Genomics 那这家合成基因体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运用广大的这个 总体基因体定序所得到的资讯 那经由合成生物学来解决能源的问题 所以藉由总体基因体学定序 以及功能基因体学分析 所找到的这些吸引的基因 可以用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面 在农业上面 我们可以去探索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这些土壤微生物中 还有哪些重要的基因 作为生物富裕方面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特殊的代谢反应的酵素 来分解环境中有害的毒物跟污染物 那在生物科技 在医药应用方面 我们可以用它来找寻吸引的抗氧生素 那另外对抗环境变迁 那我们这些吸引的基因 也有可能让生物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质 可以引以新的气候 不过接下来我们还要把焦点 集中在一个医学上的例子 那我们来探讨人类体表 跟相化道里面的微生物像 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曾经展开了一项计划 叫做人类微生物体计划 那这也是利用总体基因体学的策略 它是利用大规模的基因体定序 来探讨人类的体表 以及消化生殖道里面的微生物 因为在我们个人身上 我们的体表 以及这些消化生殖道里面 都覆盖着种种的文生物 而这些微生物的数量 还高过人类整体细胞的总和 那这些微生物的组成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利用总体基因体学的策略来分析 在人类体表及消化生殖道的这些 各式各样的微生物之中 肠道中的菌群对人类的生理功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举例来说 肠道内微生物可以帮忙产生某些 我们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比方说维生素K 来帮助您一些反应 而肠道中的微生物也会分解跟转化食物 跟药物中的成分 让它人类更容易吸收 在人类的消化道中 这些种种的细菌对人类健康就有深远的影响 因为肠道这些细菌会影响到大脑 以及肠道消外道之间的讯息沟通 所以有个名词称为菌肠脑的轴线 它是指肠道中的菌相 以及肠道中消化道 以及大脑之间 三种就有沟通联系的关系 那这些微生物菌相 它会将我们所涉入的食物及药物代谢 产生新的物质 这些物质经由肠道细胞吸收 经由血流 或经由这个迷走神经 影响到大脑的神经 里面的神经物质的传导跟分泌等等 因此我们吃什么样的东西 经由肠味道里面的细菌消化代谢之后 也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化学环境 进而影响到身体其他的系统 肠道中为生物相的组成 对动物以及人类代谢健康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由动物实验来证明 比方说在这个实验里面 我们可以寻找一只肥胖的老鼠 跟一只正常的老鼠 然后分析里面的肠味道中 细菌的有什么样不一样 发现在肥胖老鼠肠胃道中的细菌 对摄入的食物有比较好的能量应用的效能 如果我们将这些肥胖老鼠肠道微生物 移植到正常老鼠 可以让瘦的老鼠增加体脂肪 所以可见这些肠味道里面的细菌 会影响到个体代对能量的运用 也会影响到个体代谢的状况 因此肠味道微生物相组成 跟人类复杂疾病的成因 是有密切的关联 所以利用总体经体学技术来探讨 肠味道微生物学跟人类健康的关系 我们要先取样 针对健康的人跟不同的病人 或者不同族群的人 不同健康状况的人 再加以取样 取它的粪便样品以后 对里面的细菌微生物 进行总体的DNA定序 定序完以后 我们经由分析、比对、定量、统计 那我们可以建立构一个数学模型 所以我们需要采用的方式 就是整体总体经体学的定序 以及生物资讯学的分析 那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模型 那根据这些模型 我们就可以针对不同的族群的个体 再分别将它做实验跟进一步的测试 那这样的分析研究方法 不仅可以定性的描述 哪些微生物跟什么样的变化 还可以进一步的量化 建立微生物像 跟人类健康之间的数值模型 那为健康管理以及医药的运用作为基础 所以总体经体学 运用在生物科技上面 我们可以将总体经体跟功能性分析来相结合 来目的是找到有运用价值的吸引基因 可以来开发新药 在农业上 在生殖能源上 甚至环境生物富裕上所使用 那总体经体学可以促成了合成生物学 我们可以去设计跟构建这些DNA元件跟基因网络 然后配合遗传工程的技术来实践 改变生物的代谢反应 让生物变成一个微小的化学工厂 生产我们所需要的物质 那人类体表跟效果道生殖道里面的各种微生物 我们也可以利用总体经体学的策略来探讨 人类因为菌长脑这个轴线 我们可以了解到消化道里面的菌相组成 会影响到人体的生理跟健康 而我们也可以利用总体经体学来进一步的探测 这些研究 那这是我们这个系列第二部影片 谢谢大家的观赏